大家好 我是黑衣出身的臭黑衣如一名 我是黑衣出身的臭黑衣如一名 我決定競選香港特首 我要做香港特首 做不到澳門特首就做香港特首 做到澳門特首都要做香港特首 我要做香港警察 我做黑衣如一名 我是黑衣出身的臭黑衣如一名 我做特首的施政報告和政綱 最主要是每年派錢 每人每年派十二萬 每個月一萬元 你說好不好 你說好不好 那些雞的一流一索性 立個牌給他們一個制度 然後讓他們有更好的裝修 和更好的環境 那些雞應該 不過最重要就是派錢 每天每年派十二萬 每個月都有錢派 我臭黑衣如一名 決定競選香港特首 做不到香港特首就做澳門特首 做香港警察 做不到澳門特首就做香港警察 我們要除暴安良 警惡情間 等一下 我不會讓他們說不出來 要透過這些片段 表達自己內心 很耐延 很耐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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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香港的滴水觀音氾濫 程度很嚴重 和澳門滴水觀音一樣 滴水觀音是一種有毒植物 不是一種有毒植物 嚴重是會引致人類死亡的 香港的滴水觀音氾濫 最主要就是在野外和公園 公園裡 公園裡有些清潔一些雜草 不是太頻密的 它就會生在上面 但是沒有人管 過了半年 四個月都 如果有人碰到或者吃到 是會引致死亡的 滴水觀音那樣 會引致死亡的 還有野外都有幾個 我報告滴水觀音是報道過幾次的了 上去1823那裏 但是地政署是不理的 公園是會理的 地政署是不理的 但是每次這樣報告法 都不是一個辦法來的 滴水觀音是需要納入一個政綱 一個施政報告和一個政策裡面 是要滅絕它的一種有害殖民 還有菩提樹也要滅絕它 這種有害殖民 一個害人的身體有害 會致命甚至死亡的 是有害殖民 一個害人的身體有害 會致命 甚至死亡的 還有我施政方針裡面 我作為一個特首 香港特首 我自己想做香港特首 我會全面取消警察制度 這種精英制度 警察這種精英是社會份子上的精英 還有這種精英制度就不會再存在 不會再有警察這兩個字 或者是警察出現的 我不是反警察 而是警察是沒有需要的 這種暴力存在在現代社會是完全沒有需要的 還要通過精神病反控制法 現在的精神病制度是怎樣的呢 只要它認定了一個醫生或者一個警察判定了這個精神病 交給一個醫生判定了你的精神病之後 你以後就會受著一種叫做半監獄式的生活在社會上面 你會住宿舍啊 住醫院啊 住監獄啊 因為你有精神病 它說你病發 這一種是一種控制和一種監控來的 一種半監獄式的生活 精神病是 一定要取消對精神病的歧視 和半監獄式的生活 存在在這個廣義上的世界的社會上面 用得複雜一點 因為你最得了 我要做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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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說 吃煙呢 是有害健康的 但是應該要裂不一下 周圍商業也是排便不下led 价钱怎会戒得脱烟 都说不通的 最好它是用一些过度性的药物去辅助它 例如一些合法的过度性药物去辅助它 是一种吸食的类似 去替代它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柠檬茶 我只信宜保柠檬茶 我只信宜保柠檬茶 真男人 宜保柠檬茶 茶医若明要参选特首 要做香港特首 要做澳门特首 要做香港警察 徐保安良 伸张正义 警惡情奸 我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爱情 爱情就一定要有一个巩固的财产制度 现在爱情的财产制度完全不行 什么分开双方财产制 什么共有财产制 完全够不够 应该以一个保险的形式 叫做爱情保险 去营运双方的资产 然后加入所有人的爱情 所有人的爱情的资产 全部都汇聚在一起 一起共有一个爱情资产才是 每一对人的爱情 是共有 加入一个大家庭里面 每个人的爱情都在里面 去共享这个保险 在爱情里面的爱情保险 我以前小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三岁还是二十四岁的时候 破解澳门通 破解澳门通是结库制贫 自己没有钱派给别人吃东西 派给别人穿衣服 我打算这些卡 一百元充到一千元 我打算卖三百元卖二百元 但我听到声音跟我说 叫我不好 叫我卖八百元 我才没有卖二百元卖三百元 我想结库制贫 帮别人没有钱 但过到有优质的物质和食物的生活 我结库制贫是成功了 但没有帮到他很多 因为我卖八百元 帮到他两百元 但我坐牢 坐牢我见识到很多东西 下一次再跟大家说 下一次再跟大家说 这段影片拍摄到十分二十六秒 陈黑衣 余一鸣 陈黑衣 余一鸣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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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十六秒